莫里森玩起了后脸皮 澳大利亚国防部取消推翻中企达尔文港的诸约 中国会原谅澳大利亚吗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我们都知道虽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活动 但是澳大利亚的莫里森政府是全球最反华的政府之一 主要标志就是澳大利亚不断叫嚣要干涉台海问题 紧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 澳大利亚政府反华的两大标志就是 率先限制华为5G设备在澳大利亚的安装 随后又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栽扬中国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阶段 澳大利亚又否决了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备忘录 接着又开始调查中企租借澳大利亚大尔文港99年的协议 莫里森还符合特朗普的态度称 TikTok影响澳大利亚的安全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莫里森政府最近好像变换了一个频道 开始对中国释放出了不同的信号 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入驻TikTok抖音的海外版 这不免让许多澳大利亚人觉得惊奇 莫里森曾经生说来自中国的TikTok有安全问题 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威胁 才让澳大利亚政府的情报机构调查TikTok 不知道莫里森这么玩TikTok玩得那么爽 脸疼不疼 紧接着澳大利亚国防部有关中国企业 蓝桥集团 租借大尔文港的审查报告结果出炉 结论是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建议澳联邦政府推翻蓝桥集团 租借大尔文港的合同 澳美好补充说 澳大利亚国防部还对2018年3月 另一家中企收购纽卡斯尔港50%股份的一份合同进行了审查 也没有发现该交易有问题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执政的是特朗普政府 那么莫里森政府几乎铁定是要撕毁相关协议 甚至不惜给中企赔偿巨额的损失 我们可以认为澳大利亚是向中国示好吗 莫里森政府这是怎么了 这里面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澳大利亚的现执政党在国内的支持率越来越低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对华关系 澳大利亚的反对党 数位前政府的高层 最近都纷纷站出来指责莫里森 破坏中澳关系 而且他们的支持率大幅度的超过了莫里森 现在莫里森一方面放话要与中国进行无条件的会谈 另外也想释放缓和双边关系的信号 但说白了不是要对中国好 而是为了缓解其国内的压力 其次美国在澳大利亚背后捅了一刀 莫里森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挑衅中国 却在背后抢澳大利亚产品在中国的市场 这一点莫里森不可能看不到 莫里森面对澳大利亚商界现在说 给他的压力也得释放点信号 毕竟大选在即 他还需要政治现金 如果商界对他不支持 那么他要想连任 恐怕难度就更大了 最后莫里森看到了中美关系的相对缓和 想借机向中国释放一些软化的信号 为改善中澳关系打点基础 以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激烈对抗相比 现在的中美关系是竞争合作对抗共存 因此莫里森不得不把中澳关系 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上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莫里森的这种变化呢 实际上这些变化只能证明 澳大利亚不在返华道路上狂奔了 但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要认同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就是亲其言 官其行 莫里森要想改变对华关系 恐怕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从澳大利亚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即使不算是反华急先锋 也是反华的小跟班 除非澳大利亚县政府换个政党 否则这一切都很难马上改变 对中国来说 我们完全没必要理会莫里森的作秀 毕竟现在离澳大利亚大选也只有五个月时间了 只有澳大利亚换了政府中澳关系 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低谷 我们有的是耐心 中国在外交上 最近对立陶宛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相应的措施 让立陶宛的县政府很不好过 这就是一个杀鸡姓猴的举动 澳大利亚应该看在眼里 那么他的下一届政府如果聪明的话 知道如何选择 好我们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